英国撤侨专机周五离开武汉 已经抵达英格兰布莱茲诺顿皇家空军基地 机上83名英国公民和27名其他国籍公民 随后被送往医院隔离两周 不过这架飞机原先希望再200人回英国 飞机上留下数十个空位 有武汉的英乔表示 因为武汉封城没有交通工具 三个小时根本赶不到机场 韩国派出的第二架包机 于周五晚间9点赴武汉 接回还受困当地的350名侨民 第二架包机在一日陈返国 7人出现发烧症状送医 目前两架包机共再回约700人 还剩下20多人滞留武汉 部分侨民要求将中国籍家属一同带回南韩 但受到中共对中国公民的出境方针限制 因此有的韩国公民也放弃回国 由于当地交通系统被封锁 也有侨民因赶不到机场而无法搭机 德国前往武汉的德国空军客机 于周五从科隆起飞 将撤离约100名德国人 另一架载有149名日本国民 从武汉出发的包机 也于周五抵达日本羽田机场 日本已从武汉撤离565名公民 印度当局周五启程 将从武汉撤离约400位侨民 新唐记者李梅 江崎综合报道